大家好,今天要來分享我的K-Bar Torx 刀 我做了一些修改,所以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是一個Review Update 大家可以看出來,我做了一個Fire Stick Fire Rod的一個Holder 這真的很酷 那今天我們來分享這個 我重新把它弄得更厲害 那可以看更拋光 然後這個背面呢 我做了90度的膜 然後Spine讓這個Coating掉了 而且這90度可以多了兩個 對我來講可以多兩個功能出來 那第一,我們來先看這個刀面 OK,這個Sharpen之後,真的是很利啊 你看 這個像那個Butter 超簡單的 那當然,跟之前不一樣 以前這裡是比較柔和 現在比較,它是90度的 所以呢,以Fine Carving來講的話 我就會把這個大拇指放這邊 OK,這就是它的所謂的力度 背面這個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比如說我要 Feather Stick 我要起火來講的話 但是我可以讓它 產生很細的一些屑屑 這是另一種方法 看你用什麼木頭 但是我們可以看 好,我們可以產生很多的 謝謝 那當然另一個功能呢 就是簡單的來說 就是 可以用打火石 那我們來去一次給大家看 那因為它這次 Carbon Steel 所以它的硬度 在對打火石非常非常有幫助 那我們來看看 OK 這次海綿有用那個 凡士林 那我們把它弄得碎碎的 OK 把它弄得 看得buff一點 OK 還沒有幾個方法可以 OK 那有很多的方法 你可以看說現在 這起火多麼簡單這樣拿著 對不對 One Stroke OK OK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 刮一些起來 OK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把它弄著 把它弄著 用抽取式的 好,所以 以 Carbon Steel 這個就很方便了 好,一次就可以起來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 所以我們再重新review一次 這次 這次我有resharpen它的edge OK 然後做了一個90 degrees of spine 這90 degrees of spine 非常好用 不管是在於做fine shaving 好 可以看有沒有 可以看有沒有 OK 打火石 OK 這個就是我的 K-bar K-bar Twerk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大家留一些留言 來討論分享 謝謝 拜拜 謝謝